爆发以来网络上充斥着假消息 比如网络就疯传了俄军的装甲车 碾过民众车辆的画面 被俄国反击了 称这根本是乌克兰军队做的 还有被称作基辅之鬼的乌克兰王牌飞行员 一天截落了六架的俄罗斯战机的画面 也被证实根本只是游戏影片 一辆装甲车开在路上 直接碾过一班民众的轿车 恐怖画面在网络上疯传 一度传出这是俄罗斯军队做的 但俄国外交部po出影片反击 这根本是乌克兰军队的装备 因为上面没有俄军的识别标志 军人也是穿乌克兰的制服 俄乌战争开打假消息满天飞 网络还有尸袋内遗体复活的惊悚影片 声称发生地点就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只见记者身后是一排排的尸袋 有一人身上的袋子被风吹开 躺着的人立刻起身将袋子拉好 但这影片也被证实 其实是过去奥地利反对气候政策示威的影片 至于被称为基辅之鬼的乌克兰王牌飞行员 号称一天击落了六架战机 但这段击落的影片经过查证 发现只是游戏画面 纽约时报指出 乌克兰政府用这些真假部分的影片 狂打舆论战 以强化国民的士气 乌克兰目前有许多城市都被轰成废墟 但普丁否认俄军炮轰乌克兰城市 还说这些都是假消息 俄罗斯国会更通过法案 只要有任何损害俄军民生的行为 最终可判处15年监禁 包括把俄国军事行动 说成战争或入侵都会被关 因为新闻自由受限 美国CNN 英国BBC和彭博 都宣布停播或停工 俄国也宣布封锁脸书和推特 反制社群平台的假消息 记者组合报道